上午8點多 南庄陸廠部落開始飄雪 從空中慢慢地飄下雪花 半個小時之後轉為冰線 好冰 我怎麼被血打中的感覺不太心 很高興 民宿老闆的兒子看到冰線相當地驚奇 遊客原本要開車離去 看到下冰線 嚇得趕緊停下車來 稍微等一下下沒關係啦 但還是會那個啦 寒流威力越來越強 連海拔1250公尺的苗栗南庄陸廠部落 也開始飄雪 民宿老闆用手機拍下這難得的景象 現在可能差不多 有 現在又有人在玩了 有些東西 可能差不多5公分到6公分左右吧 另外施潭鄉仙山 也在下午下了一場冰線 對照當年霸王寒流來襲的時候 陸廠和仙山下雪的景象 這波寒流威力 完全不輸兩年前的霸王寒流 因為山路非常的陡峭 而且南庄地區是沒有雪鏈的 所以請務必要把相關的裝備 跟保暖義務準備齊選 低海拔山區降雪 讓遊客驚喜不已 但民眾追雪 一定要注意交通和氣象資訊 免得發生意外 受困山區 記者彭志明 苗栗報導